《大海航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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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关怀温暖了我们的心 毛主席的教导给我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毛主席的思想引导着我们从圣偶向胜利 全国各族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全国各族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在电站主要工程建成投入生产后 又在紧张地进行着船闸的建设 《大海航星座》 这座船闸是西间水利枢纽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船闸建成后 天敦货轮将由南宁直达广州 河北省石家庄 河北省石家庄 这里有七座纺织厂和一座新建的大型印燃厂 石家庄印燃厂的主要生产工序 挑炼、染色、印花、整理、成装等都实现了机械化 大人一座 小青寺 大人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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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厂职工坚持勤俭办企业 从1958年开始动工兴建以来 实行边建设边生产 在生产中大搞技术革新 提高了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 产品品种有40多种增加到了300多种 株洲玻璃厂压岩玻璃车间 是我国自己设计 自己制造设备 自己安装的一个新建车间 它的机械化程度较高 设备性能良好 压岩玻璃是用棍压法生产的平板玻璃 它包括压花玻璃 防震防火用的夹丝玻璃等 这个车间的投入生产 为我国玻璃工业增加了更多的新品种 在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中 全国各地许多能工巧匠 发扬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高尚风格 开展了传经送宝 互相支援的活动 被人们称为刀具大王的 沈阳重型机器厂技师金夫长 不远千里 从沈阳来到甘肃省兰州市 传授刀具革新经验 在兰州地区先进刀具表演会上 金夫长表演了从沈阳带来的先进刀具 并且还为二十多个机械工厂解决了上百项技术难题 全国著名的先进生产者 安钢机修总厂车间主任王重伦 来到上海参观和学习先进经验 王重伦不仅虚心学习上海的先进经验 而且还热情地向上海工人 介绍了东北地区先进刀具的粘节技术 互相学习 共同提高 表现了我国工人阶级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 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大庆人心怀全局 大庆石油安装队的同志们来到包头 为包钢的建设贡献力量 大庆石油安装队是一支革命化战斗化的建设队伍 他们在包钢浮显工区热力管道的安装工作中 处处沿自当头 对工程质量高度负责 大庆精神 在包钢建设工地上 闪射着灿烂的光辉 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